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後一場是一個怎麼說呢 這個也是我們社群裡面討論出來的 就是在過去2020年的跨靈性討論 在最後我們沒有一個社群的一個總結 其實剛好到了今年是VDT10周年 我們趁現在我用一個很短的時間 跟大家總結一下VDT在台灣的過去的發展 以及我們社群在台灣的一個工作的成果 除了今天是29號 歡迎大家在今天跟我們在這裡參加 維基數據跨靈論壇 在今天的之前VDT發生過哪些大事 在10月以前VDT創建了第一億的頁面 也就是在VDT裡面總共收入了一億的頁面 那在今年的7月30號 我們在CoastCover 2022年 在CoastCover 2022有一個 Open Stream Ad 跟Week Data的一個講座 那其實今天在場的一些分享的講座也是 在我們CoastCover議場上面的一個 發表的夥伴 那再來我們在今年的3月5號 Week Data的這個Q 一億一億一千萬一千 一億一千一百一十一萬 一千一百一十一萬 一千一百一十一 這個被創獎 這個在國的對不對 這個item在滿隨便的 那在我們2021年的16.23號 那我們在去年並沒有舉辦這個跨林頓坎 那我們在九週年的時候 到這個隔壁的這個 去林立的黑客松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說 VDT在經營至九週年 那我們在去年的8月1號 一樣在CoastCover有一個這樣的一億成貴 所以在3月6號 在3月6號有這個Open Digit Taiwan 2020 那在這場的發表中 我們剛剛看到在佑果 在佑果剛剛發表這個 我們Week Data 在跟台灣水平署的這個核酸代碼的 對照上面的一個工作成果 即使有很大一部分的階段性成果 都在3月6號的這個 我們在台灣2011裡面做的一個發表 我們在那個時候邀請了水平署 還有哈爸 還有我 還有我本人 那我們在那一天 分享的就是說 VDT是如何去協助 核酸代碼 其他的資料去做多領域的穿點 其實我們會發現 以核酸的資料來講 核酸的資料它不是只有理性上的需求 它不是只有工程上的需求 它不是只有說我今天做標案 我今天對於淡水和對於什麼樣的東西 有這樣的需求 它其實也有感性上的需求 文化資料上的需求 那可能從文化部 或是從課委會 從原委會 他們在看核酸的時候 他們可能看的是 核酸所帶來的當地的一個文化 那從工程角度來看 他可能看的就是核酸的這個提防 核酸工程的那個 那其實兩邊 我們在談論核酸 談論的這個對象 談論的標題不是一樣的 那我們如何去讓兩邊的資料 能夠給串起來 我們在過去21年的 這個歸酸工程度 就在討論說 我們有可能在中間 添加一個中介層 做一個中介層 其實這個也是在 剛剛今天一早 這個實證的老師的這個講座之後 有提到 這個如果大家有關注實證的老師 他剛剛議則議結束 我們就也發了一篇文 其實我們在2020年 就有在談到 這個MetaData 是不是有可能做一個中介層 讓不同領域 不同的感性的理性的 面對同一個標臂的資料 透過這個中介層 去做一個交換跟傳遞 這個是我們在 我們在 2021年 我們在 去分享的一個主題 那2020年 今天我們上五個三場的講座 有很多都跟 藝術跟文化有很大的關係 其實這個也是我們 Wikita社群在2020年以來 跟我們 有一個很大的合作 我們在新樂園藝術空間 我們一直不斷在嘗試說 Wikita如何去協助我們 去把當代藝術的資料 藝術家的資料 能夠做一個更完整的紀錄 更完整的一個呈現 在2020年的11月 我們做了一個 在新樂園有一個 用Wikita的方式呈現的 新樂園藝術空間 25週年的一個展覽 這個是上一屆的 維基數據跨領域頓台 我們在中一頁 那個 那個臉有在上面看一下 年紀的樣子 這是2020年的 Wikita跟新樂園藝術中的 一個全期年齡系列的講座 那個時候我們從2020年的 哇 2月到 10月 有一連站的 講座我們從 一開始在講這種 MegaData 數位實體 再到側展 然後 度作權 這一場是 我跟林辰夏老師的 一個對談 我們在談這個 度作權的部分 那 以及 談免長 我們 那個時候 從2002年做了 這麼 這個 七八場的講座 這是 每個幾個月 一個月 每個禮拜都有的講座 那 那時候我們透過了 非常多的講座 在跟大家談說 我們 藝術跟資料庫 藝術跟PDR是如何去結 很多的部分去發展的 那 到了 2020年的 3月7號 Open Data Day 台灣2020 我們這個是 沈博 沈志全 然後跟我們 分享這個水資料 LAS 水資料 在Wikipedia上面的一個呈現 還有跟 在Open Streaming上面的一個呈現 所以我們在Open Data Day上面 我們已經處理了這個 地理資訊 以及 這個水文資訊 非常多 像是 應該也是兩三年了 那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是 2019年的 10月 Wikipedia的 七週年的 系列講座 我們那時候 我剛剛在整理的時候 我那天整理的時候才發現 我們那時候的點心有弦的 像是點心也要買鞋的 那 在2019年 我們第一次在辦這個 中年的活動 在2019年 其實 社群才剛成立 我們才剛開始在談論說 Wikipedia在台灣 到底可以做什麼 Wikipedia的資料 到底是可以用什麼樣去呈現 那 這個是2019年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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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的 這個Cost Cup 2019 這也是我們第一次在 Cost Cup上面 去舉辦一整軌的 這個議程 然後在談 OpenStreetMap 跟Wikipedia 那 這是2019年的 OpenAday 台灣 2019 那 以及 我們社群的 第一個 第一次的聚會 是 2019年的 2月10號 也就是我們社群 成立到現在 其實也才 三年 三年 三年多到現在 那我們一直以來都跟 OpenStreetMap 有非常精密的合作 再來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是 2018年 裡面是紀念館 廣場資訊的開放計畫 其實 Wikipedia在台灣的一個發展 比較系統性的 其實可以推出到2018年 2018年我們跟 我 我在裡面是紀念館 在那邊推出 就把一些資料放到 維基上面的時候 我們就有思考到說 其實畫作的 MetaData 以及展覽的資訊 以及 畫家的生平 可以透過 Wikipedia這個平台 去做一個儲存 去做一個儲存 以及 剛剛提到的 我們從 其實在這三年 我們一直在研究說 因為我們把這些資訊 做儲存 去做規劃 規劃 之後 它有什麼樣的應用 那我們在剛剛 第一場講座 第二場講座 建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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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有跟我們示範說 我們可以去做這樣子的 類似 破譜的概念 以及 像是 有些在我 那個 ARBRES那邊可以看到說 其實這樣子結構化的資訊 可以提供一個 像是聯馬 或是你可以去做一個 細節化的分析跟規範 我們在2018年的時候 就開始嘗試 把你美術紀念館 所有的規範畫 做的一些基礎資訊 包括 畫的 成畫的時間 尺寸等等 甚至我們那時候還嘗試在做說 這幅畫裡面 這幅畫裡面 有哪些的物件在裡面 那我們去做那樣子的一個標記 大家可以看到 在2016年的6月 VIR在這個 研討會都被提及 大家可以看到 在2016年 VTDR在 被彈出時 就已經在談說 機器能不能透過VTDR 來更加了解 我們這些圖像的Meta data 但是在多多 如果有一些有玩過這個 最近很紅的 這種 AI算圖 大家會發現說 其實這個AI算圖在有時候 會算出一些奇妙的東西 這個東西其實是什麼 其實是因為機器在理解圖片 在理解人類語言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誤差 我們機器是如何去了解人類的語言呢 它的流程是 它要先做的是斷詞 那中文跟英文不一樣 這個中文的斷詞非常困難 我最近常會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 我以前會去查跟危機有關的標案 那這個 電腦的斷詞都非常的有意思 應該說 我們大部分的搜尋 電腦是沒有斷詞的功能 那我在搜尋跟危機有關的標案的時候 基本上就會打危機這兩個字進去 那你知道這個開放標案網 就會出給我什麼樣的資料 開放標案網就提供了我一堆 這個跟風力發電腦有關的資料 各位知道為什麼 因為在開放標案網裡面有一批的標案 它都叫做什麼 風力發電運為基地 電子案維護案 它叫運為基地 所以當你今天在做全文檢索的時候 它只要看到危機這兩個字出現 它就覺得說 這東西就是你要的 那你才會避免 那剛剛也有提到的這個斷詞系統 包含像這個 剛剛提到的這個 那個 剛剛解八 或中文念的一些系統 它其實是很努力的在把這個一句話 去把它做 精確的斷詞 那到完詞之後 電腦才會知道說 這個東西在講什麼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今天我的電腦裡面 如果我只有電腦裡面的圖片 其實電腦還要努力的去分析說 這個圖片是什麼樣子的東西 之前應該有一部影片就有在講這件事 就是說 原本是一張熊貓的圖 但是只要透過那個 插質法 透過插質法 表面裡面的善事之後 肉眼看起來一樣是熊貓的圖 但是在被那個 人工 在被那個 依氣學習的時候 它會把它認為是人類 或是認為成其他的東西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 我們可以講出這種 AI的判斷 或是AI幅度判斷的時候 它會遇到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們 當我們今天 MetaMeta的建置工作 本來就是我們必須的流程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不能在建置時 就導入 遺固 或是所謂的 遺固友善的可視進去 讓機器可以更快速的辨識說 欸這張圖片 或者是這個東西 它是什麼 所以你會發現 Wikita在被提出的時候 16年在銀行會出現 就已經在彈這一塊的部分 然後在2014年 一樣也是Costco 其實Wikita跟Costco 是因為很深 2014年在Costco 有一個擺攤的Wiki Game 這個Wiki Game很有趣 它就是 它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小遊戲 然後他就問你說 這個人是人嗎 這個東西是人嗎 是或不是 這個人是男生還是女生 等等的 你只要選是或不是 它就在自動畫裡編輯 這是蠻有意思的一個東西 那另外就是在2013年 我打錯 2013年 Costco的2013年 在2013年 當時Wiki Game他的專案經理 Media有到台灣 他有親自飛來台灣 做一個Wiki Beta的一個演講 那當時的標籍是在談錯 所謂的 OMEN STRATE BETA 白Wiki Game 其實在2013年的Costco 如果大家 有進去翻那個歷史文記 你會發現 其實在當年 在Costco 2013 有很多在談論 有關Meta Beta的內容 包括像當時的莊廷老師 他也發表了一個內容 叫做 Meta Beta如果都被別人把持了 你的資格應該怎麼辦 像這樣的內容 你發現在2013年的時候 這樣子 有很多有關Meta Beta的內容 都在2013年 但直到2012年的10月29日 把Wiki Data正式成立 所以有些人都在問說 為什麼今天的活動會辦在 也就是 為什麼這個活動會辦在今天 其實是因為 Wiki Data正式成立的時間 是在10月29日 那其實 今天的這個 論壇的最後一個 除了這樣子的一個總結以外 也非常感謝所有 目前參與Wiki Data社群的朋友 也因為有社群的活動會 今天發表所有強制 其實在廣義而言 你們也都是社群的一份 要感謝大家的付出 還有辦法讓今天的論壇 以及Wiki Data在台灣的發展 有今天的這個成果 那非常感謝大家 那我想到最後還有一點點的時間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對於今天的內容 還有一些些問題的 或是有任何的Wiki Data 有關想要詢問的 都可以問 那個講者基本上都在 或是你要問我 問誰都可以 這個 隨加一點時間 做一個這樣子的一個 最後的QA 最後的機會 我想今天這個總結 跟這個材料 大概都先到這裡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 對於未來應付到社群 或是結構化資料 能夠有更多發展或是前進的領域 大家都歡迎在會後 可以跟大家跟社群的夥伴一起做討論 那今天這個場地 您預計會看到六點半 那等一下我們這個議程結束之後 希望所有工作的人 以及大家可以移動到前面 那我們拍一個大河道可以嗎 那個紅衛棒就外面的裡面 對 謝謝 好 那 最後的議程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